好,这里有一个空,然后它就切了下面的花,然后再画了一个洞 这个洞就要计算它的capacity,这里的洞能放到多少水 现在在计算这个洞,这个洞其实是怎么计算的呢? 就是将这个first time, sorry,不用这个first time 因为这个volume of wood 才是要用这个first time 你计算这个洞其实很简单,这个洞就是一个圆柱体,再加一个半头体 不关这个first time 事实的 所以part a 其实相对容易 这个capacity 其实就是圆柱体 圆柱体就是π radius square,再整个高度 高度是怎么看呢? 因为这个radius 是5,这里也是5 所以上面的part的高度就是4 所以π r square 乘4 再加半球体,半球体就是2分1 乘4 over 3 OK,这样要计算是π的 所以按机器就不用按个π键 好,那我按机器了 5 square 乘4 加2分1,乘4 over 3 乘5的三次 那就是5,5多 over 3 按多个π cm cube OK,这个就是part a 好了,接着part boy,你要小心点它的文法 它的文法是问volume of wood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你刮了个洞出来 那剩下的就是木深 就是实木 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用volume of custom 减回这个洞的容量 那就是那些木的volume 好,那所以呢,我们怎么计算volume of custom 首先这里会用个 一个 similar triangle 你当这个叫 h 好,那便let hcm be the height of the cutter 即是我们let h就是当是细空的高度 那就是说,不是h over 10 小心点,不是h over 10 是h over h加10 等于9 over 4 好,那所以就会是4h等于 这个的 9h加90 对不对 sorry,4 over 9 记住不是h over 10 是h over h加10 就等于4 over 9 那就是9h等于4h加40 所以就算到h为8 那算到h为8 的话,我们就可以计算到这个first time的volume 好,那所以我们不如直接写一个require volume 这个require volume 首先整个chrome的volume是多少 就是三分一 成pi 成18 sorry 整个radius 是9sq pi rsq h 好了,那这里我就不会减小chrome 我用一招叫做一减 就是减少4 over 9的3次方 我解释一下这个色彩 这个就是整个chrome的volume 这个是什么呢? 这个就是下面这个chrome 佔整个chrome的volume 那我只要用1 就是整体 减少这个chrome的volume 就是在计算上面的first time 整个比例 因为这个first time 都是佔整个chrome的一个 这个弱光的比例而已 好了,那接着我要再减少上面pi 这个答案 因为我只是在计算这个volume 或者first time 我要减少上面的孔 才能计算到那些木的volume 所以就要再减少550 over 3 pi 好,接着就读为基 读基也不用读个pi 记住 好,那我计算到很漂亮 就是260 所以答案就是260pi cmq8